日本衝刺半導體發展 國內由Sony等八家企業核組型公司 研發次世代半導體 將要在二奈米半導體製造中 引入人工智慧和自動化的技術 提高生產效率 努力追趕臺灣 不過利用AI生產 護國神山台積電早有佈局 參與中回答GTC大會 執行長黃仁勳 親自展示AI協助晶圓製造 把加速運算導入晶圓製成 號稱比當前技術性能提升四十倍 耗能還更優異 六月起將為台電服務 生產兩奈米以上的先進晶片 而台電近期也受回AI趨勢 股價今年五月以來上漲大約百分之六 市值逼近四千五百億美元 也讓它成功超車 中國互聯網巨頭騰訊 成為亞洲市值最大的企業 那畢竟台電在今年比較差的狀況 應該會在第二季 那第三季跟第四季 應該會逐漸好轉 半導體事況不如以往 積極開發新的領域 對手Intel執行長季辛格 親自到韓國密會三星 收集業務負責人 探討合作的可能性 台 美 韓三大巨頭 為未來營收找出海口 戰選中的方向 太不倒了 冷靜雲